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 就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的新房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的价格是将近49万9千多美金 然后这个房子是一个宽具很宽的房子 有这么宽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DriveV 然后那边还多了一个房间 现在我们就从房子里面开始看一下 这房子是什么感觉 这个房子样板间在售 所以里面的家具 还有所有的装饰品都可以卖 然后价格可以再弹 可是现在应该这房子已经有offer了 应该是会喷顶 我也没想到卖这么快 然后一进门就是这样一个旋转的楼梯 旋转楼梯的左手边 就这样一个早餐厅 但是您看注意一下 这个样板间的早餐厅的地面是地毯 不是地板 然后再往左右边走 就是一个这个比较高挑的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也是地毯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酒棍 小酒吧台 再往前走就到了它漂亮的客厅了 在旁边是一个装饰的非常好的一个客位 客位装饰的好 会让人感觉整个房子的档次会比较高 所以你看客位 样板间的客位都是很多升级的 然后这个橱柜 石木橱柜 比较上层的这些洗手台啊 比较漂亮的灯啊 镜子之类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它的客厅 这个客厅也是一个地毯的 其实样板间是地毯的 客厅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确实是地毯的 样板间的好处就是 所有的软装都做得非常好 包括你看这个比较漂亮的窗帘 也做得非常好 它除了这个是地毯的客厅的这一点之外 其他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而且价位也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样板间的这个位置 还有那边那个位置都做了镶嵌式的柜子 这种一般你要是自己买一个房子的话 可能很少有人会这么做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样板间的橱柜 这样板间的橱柜都是升级的 什么样的橱柜算升级 你看这些橱柜一直就是通到底儿 没有缝隙这种都是升级的橱柜 并且带玻璃的橱柜全都是升级橱柜 然后这一面就是冰箱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比较大的不锈钢的这种洗菜的盆啊 然后洗碗机 然后镶嵌式的煤玻璃烤箱 这就是整个厨房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从厨房往这边走 这边呢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它没有放洗衣机公干机 在这边是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旁边的升级也非常多 你看这边的橱柜 所有的橡柜是橱柜都有升级 从洗衣房的这个门出去 然后对面您看到这个门里面还是一个房间 就是第五个卧室 然后往这边走就是它的车库 所以感觉整体是很隐私的 很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卖的特别快 现在已经被签单了 如果您现在马上就deoffer的话 可能还有希望 但是说不定我发烧完视频之后就没啥希望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一面 这个门呢可以出去 然后旁边也做了镶嵌式的这种柜子 非常的细致做的 然后这边打开门就是双车库 然后在外面就是这样一个padio 待会我们再去眼子看 然后再往里走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房子漂亮的主卧 然后这房子的主卧也很大 因为这房子整体的居住面积是4400多尺 所以主卧做的也很好看 很大 这个床是个king的床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洗手间 然后淋浴间里面都做了不同的升级 像这种马赛克就都是升级的 然后它的衣帽间也是分了两个衣帽间 然后这边一部分 然后这边一部分 这边就是这个房子的马桶间 然后再往这边这个门打开 就是一个厨子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样板间的感觉肯定是收拾搭配的 都比较显高端的这种感觉 现在我们去这个样板间的二楼开一下 到了样板间的二楼 一上楼左手边就是这样一个打台球的活动室 一个game room 然后这个活动室的这边两个门有两个房间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区域 我们现在先去这个区域看一下 这个区域呢就是门口有一个镶嵌式的柜子 然后打理师的洗手帮那个写字台 这些都是会保留的 然后里面就是放映厅 它放映厅也是有吊顶 然后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个放映厅没有门 看这个没有门 如果你买了样板间这也依然没有门 你可能得自己加一个门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是楼上的卧室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这个门 是用于开这个门 如果说外面有人打台球 可以用这个洗手间 然后里面这个是通到待会儿我们去看的卧室的 所以呢 你看 这边有一个卧室 也是蛮大的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都还蛮大的 这就是卧室的一帽间 一帽间都还挺大的 其中的第二个卧室 这个卧室用的洗手间 就是这个洗手间 然后我们再往这边走 就可以看到它的第三个卧室 这是第三个卧室 这个卧室的洗手间 这个卧室的洗手间 好 现在我们去这个房子的另外一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第四个卧室 这个第四个卧室是一个套间 也就是它带着洗手间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洗手间在这边 这就是它的这个套间 这是一个帽洗手间的套间 卧室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房子不仅有这四个卧室 这房子还有一个卧室 下去看一下 这个卧室呢就在洗衣房 我们从洗衣房出来 就看到 这边你完全可以做一个铁门 然后这边这个门打开 你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都是一个套间 带着洗手间的 一般如果您不买样板间的话 这个房子是没有的 这个多做出来这样一个卧室 完全就是因为它是样板间 当时这边改成了一个办公室 所以就给保留了这个房间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想把这个车库做成一个套间 花钱很多 好几万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因为空调系统重新走 所有的水电路啊下水啊 全都重新走 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的车库 和外面的位置 然后这个房子占地很大 这一面全都是它的占地 我们再往这边看 你就看得到这个房子在一个corner的位置 所以它的占地特别大 然后我走过来的这一大面 都是这个房子的占地 这一大部分 全部都是这房子的占地 看到有多大的占地 所以这个房子的整体的感觉就一直很不错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亚门间 如果您对搜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个微信 或者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这个房子它离很多地方都比较近 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它离亚洲城 一些中国超市的一些距离 差不多就11分钟就到亚洲城 这边有中国超市 然后再就是离医院的距离 这个赫曼医院就9分钟 然后现在再来看一下它离超 就是大型的商场的距离 它离Kittymail这个商场就12分钟的距离 han Robe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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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